来看第八十九页 学习爱己爱人 那爱是什么呢 爱包含情感 习惯与能力 什么是情感 情感就是我们里面的感受 习惯就是你 已经习惯了做某些事情 比如说刷牙 是我们每天都习惯做的事情 能力呢 就是你的能力范围一定的东西 比如说 爸爸妈妈的能力可能是 比较大的比较宽广的 他们承担的东西比较多的 这个叫做能力 或者 所以当我们 能力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的承担的责任 也会越大 比如说可能 你爸爸的工作能力比较强 OK他就可以做 更多的东西 然后呢 他所负责的 一些责任范围里面的 东西呢 就越多了 所以学会了爱自己 就会懂得如何尊重 接纳 肯定 和好好照顾自己 那么学会爱自己的人 他一定会懂得 这四样东西 尊重 尊重 接纳 肯定 和好好照顾自己 尊重呢 就是尊重 尊重自己 就是说 当自己好像有一些缺点的时候 你会尊重你自己的缺点 你要懂得 你要懂得 每一个人都是 有限的 OK 每一个人都是 有限的 就是说 我们不是Superman 我们一定都会有 我们自己的缺点 然后 我们要懂得 学习去尊重 而不是 看到我自己 我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 我就责备自己啊 骂自己啊 诅咒自己啊 这个叫做 自卑了 自卑通常不是一种 尊重的 尊重自己的行为 反而是 看低自己的行为 当然我们要学习 谦卑 但是谦卑跟自卑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回事 谦卑呢 是对自己 还有信心的 而自卑呢 是完全的 就是否定自己 OK 这个是 并没有尊重 自己的有限 接纳 就是接纳自己的 缺点 OK 接纳自己的缺点 通常每一个人 我们的优点呢 或者我们自己的优点呢 我们都能够很容易的去接纳 但是自己的缺点呢 或者别人的缺点呢 我们是很难去接纳的 所以呢 我们更要 比起接纳别人的优点 我们更要接纳 别人的缺点 或者自己的缺点 然后肯定自己 刚才老师说了 OK 谦卑跟自卑 两种分别 那么谦卑的人 他不会骄傲 但是他懂得肯定自己的 优点 那么自卑的人呢 他就陷到 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他完全的是否定自己的 就是觉得自己很差 等等的 OK 这个是我陷入另外一个极端 那在这种极端里面呢 这个不是一个爱自己的行为 OK 因为通常陷入这种极端的人呢 他有可能会导致自己有 抑郁症 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又或者怨天尤人啊 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环境里面 然后也会懂得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呢 包括了照顾自己的生活 懂得 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去学习 好好的去 穿衣服啊 整理自己啊 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灵健康啊 这些都是处于好好照顾自己的一个范畴里面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个是 自爱 所以当我们拥有自爱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才会懂得如何去爱 与身边 与珍惜身边的人 如家人 师长 同学和朋友等 进而建立起更良好的互动与人际关系 那么这边为什么会说是要先爱自己才能够懂得爱身边的人呢 刚才老师也说过了 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的话 你一直在自卑的情况当中 你会需要更多的别人的爱去关心你 你才能够成长的 这个不是一个爱自己的行为 因为你不懂得爱自己 所以你没有办法懂得爱别人 你会很需要别人的关心 你会很需要别人的爱 比如今天呢 你去吸毒 OK 你这是没有好好爱自己的行为哦 那么你没有 你在吸毒的情况当中 你是没有办法爱你自己的 你已经没有再爱自己 所以你跑去吸毒 那么到了吸毒和严重的情况的时候 你反而需要到别人的关心 别人的帮助 你没有办法去爱别人 OK 所以反而会造成你身边的家人的烦恼 你身边的朋友会担心你 你还要造成说 别人 比如说一些同工啊 志愿者啊 那些不是你家人 不是你朋友 那些志愿者呢 你还要麻烦到他们去 帮助你这个吸毒者 OK 所以你的一个不自爱的情况 你会导致 你麻烦到你身边的很多的人 OK 然后同时呢 你也弄到你自己呢 陷入一个很糟糕的情况里面 OK 所以当你没有爱自己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全部都会被你影响了 甚至陌生人都会被你有所影响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不自爱的表现 那么 当我们自己不自爱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有自爱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才会懂得去爱 还有去珍惜身边的人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去评断别人 为什么这个人抽烟啊 为什么这个人吸毒啊 为什么这个人整天喝酒 酗酒等等啊 OK 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这样子论断别人 因为当我们懂得爱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尊重别人 刚才我讲了 尊重别人的优点 或者尊重别人自己的优点 是很容易的 但如果你要尊重别人的缺点 或尊重自己的缺点呢 是很难的 当我们看到别人抽烟啊 吸毒啊 喝酒啊 OK 或者骂出谎哈 你可以尊重 OK 你可以尊重他们的选择 你也可以接纳他们的选择 但你不要成为那样的一个人 反而你要去帮助他 OK 你要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的行为呢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OK 他会造成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 你要阻止他 尊重啊 尊重不是 我表面上尊重你啊 OK 你继续做啊 你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啊 不是让他去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叫尊重 OK 不是让他继续做错的事情 叫尊重 也不是 因为当你让他继续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是继续做错的事情 你不是在懂得去尊重他 你不是在懂得去爱他 你知道没有 OK 你是在纵容他继续的去做一些错的事情 OK 所以当我们懂得爱别人的时候 我们首先我们的确是要尊重他 先要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缺点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先去了解一个人先 OK 了解了过后 我们才去帮助他说 我们才去帮助他 我们让他不要再去接触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不要选择如何去帮助他 如何的去断绝这个缺点 同时呢 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帮助到你自己 OK 你懂得尊重你自己的时候呢 同时也是 懂得尊重你的缺点的时候 懂得尊重你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懂得接纳你自己的缺点的时候 你懂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缺点的时候呢 你会自己去改进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放在别人身上 你懂得尊重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懂得接纳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你也会想要去帮助别人去改进的 或者去断绝人家的缺点的 OK 所以当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爱己和爱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建立起更加良好的互动 以及人际关系 OK 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的有爱 当然这个过程呢 是很辛苦的 OK 学好 三年学坏 三天 所以呢 我们要改进我们的缺点呢 它是一种习惯 OK 它是一种习惯 你要每天去做 你才能够真正学习到 什么是爱 爱这个东西呢 爱己跟爱人 它是一种习惯 可能你今天做不到 你明天再训练 然后第三天再训练 训练到有一天 你能够做为止 因为呢 你要懂得 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 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慢慢操练这种习惯 把它成为一种 能力 你要操练这个习惯 每一天操练 每一天操练 把它变成一种习惯了过后 当它变成一种能力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发挥出来了 比如说你去打雨球 你每天打雨球 每天打雨球 每天打雨球 把打雨球变成一种习惯 到后来呢 到后来呢 这种习惯呢 它会变成一种能力 OK 比如说 李中文 李中文 他每天打雨球 每天习惯打雨球 到最后呢 打雨球已经变成 它的一种能力了 OK 它的能力 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了 那么爱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虽然爱是看不见的 但是你每天去习惯 每天去习惯 每天去习惯 做一些有爱的行为 那么有一天 它会变成一种能力 OK 所以当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影响你的时候 当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想要摧毁你的时候 你有这个能力 你就会出来了 这个能力就跑出来 OK 这个能力就跑出来 然后呢 你就没有这样容易被击垮 你没有容易 你没有这样容易就跌倒了 好 我们来看 几种爱的行为 比如说早睡早起 爱身体 OK 这是一种爱身体的行为 心情平稳 爱心灵 这是一个爱心灵的行为 爱我们自己的心 努力付出 爱自己 OK 所以努力付出 有分成很多种 不一定说是 这边图片里面的运动 OK 我们可能在学习上面 在各样的学习上面 学习运动 学习读书 学习各样的技巧 我们都必须要努力付出 这些都是一些爱自己的行为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慢慢培养 你不要着急说 你一天里面就要学会懂得什么是爱 OK 爱这个东西呢 你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慢慢学习的 OK 但是呢 你也不要保有一种思维说 哎呀 我可以活到70年 我慢点再学习爱啦 OK 这个东西不是慢一点才学习的 是每一天都要学习的 因为当你慢一点学习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培育好那个爱的行为 没有培育好那个爱的习惯 没有培育好你爱的能力 当你选择慢一点才习惯 慢一点去学习这个能力的时候呢 可能某一样东西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出现 它会突然的把你击垮 然后你会崩溃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是你慢一点 哎呀 我还有很多年 人生还有几十年 然后你慢一点去让你操练这个能力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某一个挫折领导的时候呢 你突然间你会承受不住 你会夸掉的 OK 所以爱自己的行为呢 是从每一天 你活着的每一天 你都必须要操练的 OK 那么心灵呢 你也可以在读书方面呢 或者现在有很多YouTube啊 他都可以帮助你操练你的心灵的 但是呢 有一些书本呢 有一些YouTube的video呢 不一定是正确的 爱心灵的行为 他可能表面上正确 有些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正确啊 看起来让你很舒服啊 但是呢 你操练久了过后 你习惯久了过后 你会发现到有一些表面上好的东西 其实上 其实它是不对的 OK 其实上 其实它是不健康的 那么你就要去更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或者思想 OK 排除掉你以前所看的表面上健康的 可是 实质上 它却带有一种不健康的因素的 这个东西 有太多了 老师很难例取出来 OK 老师很难例取出来 比如说 老师例取一个啦 比如说有一种思维叫做 你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OK 所以 这句话很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激发一些 懒惰的人啊 他去努力 但是他对于一些勤劳的人 如果你对他说这句话 他会很崩溃的 因为他已经很勤劳努力了 那他为什么不成功 你可以说他努力错方向 但是你不能够说他不成功 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OK 这个是 相对的 他带出了另外一种 很不健康的思维在里面 虽然他看起来有 激发人的一个 行为跟思维在里面 但是呢 对于某一方面 某一些人 对他们是不适合的 OK 那么爱别人的行为呢 我们可以有疼爱弟妹啊 广爱爪贝啊 体现有爱啊 OK 所以我们可以懂得 站在别人的角度呢 去爱他们 比如说 以前可能这个跌倒的人是你 你觉得跌倒很痛啊 然后你很需要别人的扶持啊 你需要别人的爱啊 OK 所以咯 你就把这个爱呢 转发成 去爱别人 OK 转移成去爱别人 因为你懂得 这个跌倒的感受 OK 比如说这个长辈啊 OK 他可能 不能够走路了啊 他走路很慢了啊 走路会 走路行为迟缓啊 OK 所以你要想办法去帮助他 因为你会想到说 哦 可能以后我也会老 OK 可能以后我也会变老 我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哦 以前我的爸爸妈妈哦 也是在我 也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我不能够走路的时候 他们一步一步的去扶持我 所以呢 当他们老的时候 他们不能走路的时候呢 我也要一步一步的去扶持他们 而且他们可能会有尿道疾病啊 他们不能够正常的小病啊 他们小病可能落乱小啊 啊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哦 就好像你以前baby的时候 你小病了乱小啊 大病了乱大啊 你不能够控制你自己的大小病 你不能够上厕所啊 你不能够治理啊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 整个情况倒转过来 以前是你的长辈爱你啊 你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这样子去照顾你啊 现在也要轮到你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 然后疼爱弟妹呢 疼爱弟妹包括很多种哦 包括 教导他们学习 或者帮助他们在生活上的治理哦 OK 我们要懂得去心疼我们的弟弟妹妹 但是呢 疼爱弟妹呢 不代表去纵容 你的弟妹所犯的错 我刚才老师说过了哈 疼爱弟妹 你的长辈 你的朋友呢 如果犯错 你懂得去尊重他们 接纳他们的缺点 OK 但是不懂得 不是说 懂得去 不是说去接纳 或者尊重他们的 犯错的行为 他们故意犯错的行为 我们是 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们将去犯错 但我们不可以去纵容他们 这样去犯错 OK 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比如说 你的孩子去 跑去杀人啊 有这样的情况啊 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哦 最近起码有一种 19岁的小朋友 他被杀咯 然后当中有一个13岁的小朋友哦 涉及在这个案件当中哦 所以 那这个13岁的小朋友 他过后 我相信 如果你是父母的话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 你不应该去包庇你的孩子 你必须要懂得 为什么你的孩子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该算去警局你就送去警局 该算去赶花园你就送去赶花园 这不是一个不爱你孩子的行为 而是因为爱他 你才要让他受到正确的管教 正确的辅导 他才能够走进正确里面 所以爱绝对不是纵容 当你尊重他杀人的行为的时候 或者当你接纳他杀人的行为的时候 这个是纵容 这个不是爱 你们能够get到我的point吗 你们能够明白我这一点吗 如果不明白你们可以再拉回去 再重复听 再重复思想我刚才所说的话 ok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所以你们要理解爱自己是一种尊重 接纳肯定和珍惜自己的行为 一个懂得自爱的人不会让自己软上不良的嗜好 也不会做出不当的行为 你不会纵容你自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 ok 只有懂得爱自己的人才会懂得去爱别人 因为你懂不良嗜好是不对的 所以当你懂爱自己的时候 你会让别人去懂这个不良的嗜好是不对的 ok 你不是去纵容他 不是去肯定他 不是去接纳他不良的时候 也不是去尊重他不良的时候 ok 你要分清楚 ok你要分清楚 你要尊重的是我们个体不 个体的差异 ok 尊重个体的差异 比如说 比如说你的能力比较强 比如说你可以 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做好 这一大堆的功课哦 这一大堆的功课哦 怎么你不可以得 这个是把自己放得太高了 你太过骄傲了 你不能够懂得尊重和接纳彼此的差异 你不能够尊重并接纳别人的缺点 ok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爱别人的好行为 然后呢这也不是一个自爱的表现 因为你这个是爱过头了 你爱自己过头了 你变成了一个骄傲的行为 ok 然后 我们在生活中 要懂得如何去落实这个爱 除了能够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呢 还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纠纷 ok 所以 爱这个东西设计的范围是很广的 所以我们要用一生去学习 用一生去习惯 用一生去培养这个爱的能力 而不是到了以后才去培养 ok 到了以后才去培养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像那13岁的小朋友一样 他涉及一个杀人的行为了 ok 所以你们从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呢 你们都必须要学习如何去爱自己 如何去爱别人 当看到自己有不良的时候 有不断的行为的时候 你就要想为什么我会这么做 ok 然后呢 找出原因 去解决掉它 如果不能解决的事情 有些事情是真的不能解决的 那我们要懂得用另外一个思维去看待它 你要接受到你自己是有限的 你要懂得接纳你自己的有限 你不能够像Superman这样子 又或者你不能够像神这样子做 做出一些无限的行为 你没有办法的 有些事情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的 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才能够某些事情我们才能够放手 ok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呢 我们要学习 最后一点的是 对不起啊 你们要做的功课是 为什么爱自己和爱别人很重要呢 你们可以说出你们的看法 ok 然后 这就是你们经营的功课了 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爱自己 为什么要爱别人 ok thank you for watching